我是丽雅,来中国一年了,虽然以前我不太了解中国,但是来中国是活人生的萌乡。 至于,中国有丰富多摘的文化,也有上下目前年的历史。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,世界上第二个最广泛的语言,让我想技术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。 我决定在这里上大学,作为一名外国学生,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,我也对喝茶习惯很感兴趣。 在中国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茶,让我产生了研究各种类型的兴趣。 比如,卤茶、红茶、胡龙茶等等。 茶不仅仅是一种药,它也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饮料,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堵湿。 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,我很享受这个时刻,边喝茶边堵湿也就成为了我的习惯。 成为一名来中国的留学生,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 最后来中国不仅学到了很多指示,还能感受到中国美丽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。 谢谢。 谢谢。